不良熊孩子被老爸烫揍 事后竟气急败坏报复老爸 没想到一只族直接变成了沙雕 今天一回家 就看见单元门口聚集了很多人 只见一个女人被人架着 一边走一边嚎啕大哭 我好奇的拉住邻居大哥 问是怎么一回事 大哥说道 阿星你没认出来吗 这就是24楼 那个熊孩子的妈妈 然后又小声说道 听说这个小崽子 昨天半夜跑到工地玩 结果掉到水泥里 淹死了 我大吃一惊 没想到熊孩子这么快 就把自己给做没了 熊孩子一家是去年 才搬到我们小区 他的爸爸长期在外 在工地当包工头 赚了点小钱 在搬来之前 熊孩子跟着爷爷奶奶 住在一块 他经常带着一群孩子恶作剧 他的爷爷奶奶 不仅不管还拍手叫好 来到城里后 没见过世面的熊孩子 整天在小区里要舞扬威 不是欺负别人家孩子 就是半岛路人 还用棍子打碎了不少邻居家的玻璃 弄得小区 鸡犬不宁 别人找上门 熊妈就给点钱了事 从来不会教育孩子 不要这样做 前段时间 我新买的别摸我插衣 就有幸被熊孩子划了很长的一道口子 我查了一晚上监控才发现是熊孩子干的 第二天一早 我便找到了他们家 您好 我的车昨天晚上被划了 查监控看到是您家孩子划的 没想到熊妈还没听我说完就开始口吐芬芳 什么鸟事就来朝我睡觉 滚 然后把门重重的关上了 我一脸猛逼 正好碰上他家隔壁邻居出门 邻居告诉我 这家的女人每天白天睡觉 晚上叫很多人在家里打麻将 他家的熊孩子也经常半夜溜出去玩 所以白天来找他根本不会理你 所幸我只好等到晚上熊妈醒了再去敲门 没想到熊妈听我说完很不耐烦的说 不就是划了你的车吗 一辆车能值多少钱 小孩子不懂事 又不是故意的 大姐 不能说一句不是故意的就撇清责任了 4S点说了 这车补期需要8000元 你不能说一句不是故意的我就认栽吧 而且小区里是有监控记录的 您如果不照价赔偿 我只能报警处理了 熊妈一听 骂骂咧咧的说 行了行了 陪你就完了 我老公有的是钱 我儿子一辆车还划不起吗 拿着钱赶紧滚蛋 别打扰老娘打麻将 此时熊孩子就在一旁 得意的冲着我做鬼连 虽然对方态度非常恶劣 但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 既然已经拿到了赔偿 我也没有继续追究 但我心里觉得 熊妈这种教育方式 熊孩子早晚会闯下大祸 果然第二天晚上 熊孩子又偷溜出来跑到地下车库 有了上次的经验 熊孩子觉得划坏别人的车 根本算不上什么大事 他直接一连划坏了地下车库里的十几辆车 好巧不巧 其中又有我的车 第二天我和几个车主跟着物业找到熊妈交涉这件事 熊妈一听说熊孩子划了那么多车 就开始死活不认账 不可能 小孩子哪来那么大的本事 别拿监控录像吓唬我 别以为我不知道昨天晚上小区里停电了 我连麻将都没打成 摄像头怎么可能拍到我儿子划车 突然他看到我站在后面 立马指着我的鼻子骂道 又是你 上次不是赔了你钱吗 你怎么又来了 没有监控 他们怎么会知道是我儿子干的 好啊 肯定是你个王八蛋引着他们来的 我告诉你 老娘有的是钱 但是一分钱也不会给你们这群大 说着就呼吁你的胳膊冲上来要揍我 物业一看这是个不讲道理的泼妇 干脆也不和他继续理论了 直接报了警 见到鼠鼠来了 熊妈开始慌了 掏出手机打了个电话 没一会儿熊爸就赶回来了 最终处理的结果是赔偿了几万块的修车费 因为这次赔了不少钱 熊孩子事后挨了熊爸一顿胖狗 可从小娇生惯养的熊孩子哪里服气 不免怀恨在心 于是又在某天晚上直接偷偷溜到熊爸的工地上 打算好好捣个乱报复一下 他看见一个水泥坑 心声一气 跳到坑边撇开裤子冲着里面撒尿 结果一个没站稳直接滑了进去 没想到坑里的水泥非常深 熊孩子很快就陷进去了半个身子 可他越是挣扎就陷得越深 没一会整个人就都陷了进去 第二天工人们发现后 赶紧把熊孩子挖出来还打了120 但医生说熊孩子因为窒息太久 已经抢就不回来了 而熊妈因为打了一宿麻将 压根没接到医院打来的电话 甚至连儿子的最后一面都没能见到 杠长开花 自摸了 熊孩子随地大小便 北路人追着暴走 最后雪狗撒尿直接被垫到冒烟 这几天我因为羊了一直窝在家里 此时只见屋里的灯闪了几下 然后就听见楼下熬的一声 发出了很大的动静 我顺着窗户往下一看 只见楼下聚着一群人 还有一坨黑乎乎洒发着烧烤香味的东西 事情发生的太快了 我知己的杠杠着孩子还祸捧乱条的 一段言就剩贤这牧养了 后来经过了解 这个熊孩子是我们小区的 平时没少拖弄小区的路人 有天不知道熊孩子在哪弄的炮上 点着了就冲着人丢 可邻居找上门后 熊孩子的爹妈根本不讲理 你哪只眼睛看见是我家孩子干的了 你这么大人了 怎么冤枉好人呢 告诉你 就这一次 要是再污蔑我家好大儿 我就让你见识见识 什么叫杀包大的拳头 每次搞完破坏 都有熊爸熊妈给他撑腰 熊孩子也因此更加肆无忌惮 这天熊孩子不知道跟谁学的 开始着迷于随地大小便了 整个单元的电梯间 都让他弄得臭气熏天 这谁家的孩子这么没素质 怎么跟狗似的到处乱了 等到物业和业主找上门后 熊爸熊妈还是老一套 你能不能管管你家孩子 一警又恨多野猪过来透速了 虽然咱们萧曲又包杰人员 但是我们的工作也很难做 你能不能击恋我们一下 不要让孩子再漏到喝点体里打消便了 呵呵 这我有什么办法 我们家孩子年纪还小 他憋不住 我也没办法 再说了 我也不能24小时盯着他吧 而且每年的物业费 保洁费 我也没少交钱 你们打扫卫生 难道不是应该做的吗 简而言之 不就是小孩子的一坨屎吗 至于吗 随后熊妈又张牙舞爪的把物业给轰走了 这天 熊孩子在小区里发现一辆豪华轿车 这么干净的汽车 不留下我的专属印记 就太可惜了 熊孩子说是跳在车上 拉了一炮响 也就在熊孩子要加断的时候 车上立马下来了一个大汗 对着熊孩子 怕怕就是两个大逼斗 小屁孩 赶紧给我清理干净 不然我就接着让你尝尝大逼斗的滋味 此时的熊孩子知道怕了用自己的双手捧着刚刚拉的翔 灰溜溜的逃走了 而熊爸知道这件事后 顿时气得火冒三丈 光是我自己的话可能打不过他 我得找几个好兄弟 随后 熊爸带着一个小混混趁着夜色堵住了大汗 并狠狠的揍了他一会 回到家后还要舞扬威的对着熊孩子说 好大儿 被人打了就得还回去 今天的恶气老爸给你出了 以后你想在哪拉就在哪拉 想在哪尿就在哪尿 但凡他们敢说你一句 老爸就跟今天一样 打爆他的头 扭了爹buff的加持 熊孩子在小区里更加猖狂了 这天熊孩子看到一个路人正在遛狗 小狗子找到一棵合适的树抬起腿 就开始撒尿 熊孩子健壮顿感大喜 抬着腿尿尿 是不是会尿得更高啊 随后他便走到一棵电线杆旁 有模有样的学着小狗子尿尿 可谁知电线杆的底部已经裸露出一头电线 而且已经开始漏电了 熊孩子看都没看 只听啪的一声 一股青烟从熊孩子身上冒出 直接变成了黑炭 全身僵硬的躺在了那里 等到有人发现时 已经来不及了 熊孩子已经彻底变成了炭烤肉 熊孩子欺负小朋友 按在地上疯狂暴揍 结果圈架大妈被当下打死 这天 已经五十多岁的王大妈 闲得没事在小区里溜弯 因为年纪大了 没走一会就想着在场椅上休息一会 可就在此时 只见一个熊孩子追着另外一个小孩 像是在抢什么东西 熊孩子见自己 抢不过另外一个小孩 于是大发雷霆 你他妈的 快把玩具给我玩玩 不然我就纵失你 我就不给 我就不给 有本事你来拿 熊孩子果然大怒 我操你猴子 说着熊孩子便将小男孩 按在了地上进行殴打 一个劲地砸小男孩的头 见到这种情况 王大妈也开始担心起来 赶紧上去拉架 你这小胖子 怎么还打人啊 怎么这么狠在心打人家的头 你个老太婆 有你什么事啊 要你管我 见小胖子这么不讲理 王大妈赶紧失忆 小男孩赶紧走 他也害怕自己再挨打 于是一溜烟便跑了 熊孩子见他跑了 更加生气了 你个死老太快放开我 不然到时候我就把你的氧气管 见熊孩子这么凶 王大妈也来气了 你这个小孩子都跟谁学的 把你老师电话告诉我 我要把你欺负人的事告诉你的老师 一般情况下 小孩子是很害怕告老师的 可熊孩子听见这话更激动了 一把正拖出来 对着王大妈转打脚踢 为了控制住熊孩子 王大妈顺势将熊孩子按在了地上 可王大妈毕竟年纪百在呢 体力根本不如一个熊孩子 很快便被正拖了 见熊孩子一直对自己不依不饶 王大妈也只好大呼救命 也正好在这个时候 小区里的安保过来了 正好看见熊孩子在殴打王大妈 于是赶紧上前拉开熊孩子 并将王大妈扶到一旁的椅子上休息 大妈你先休息一下 随后保安大哥便开始教导熊孩子 本想着简单教育两句这件事就过去了 突然只听旁边的王大妈一声嚎叫 突然就从凳子上摔了下去 浑身僵硬的躺在那里 脸上也浑然没有一丝丝血色 吓得保安小哥赶紧叫了救护车 没过多久 救护车和王大妈的家人同时来到了现场 哎 不好意思 已经来不及了 人已经没呼吸了 赶紧让家属安排后事吧 此话你出 王大妈的闺女宛如晴天霹雳 大夫 求求你舅舅我母亲吧 哎 实在不好意思 老人已经完全没有生命体征了 已经没办法抢救了 对此 王大妈的女儿带着小区的路向第一时间来到了派出所 叔叔通知 你可要为我们佐助啊 整个熊孩子真正大了我母亲四分钟 我母亲都五十多岁了 没想到就这么活活被打死了啊 很快 熊孩子一家被传唤到了派出所 你好 你家的孩子对当事人的母亲进行了长达十几分钟的殴打 事情发生后 当事人的母亲当场死亡 对于这件事 你们有什么要说的吗 说着 叔叔便拿出了当时的监控视频 可没想到 这家人看完视频后更加来劲了 不对啊 叔叔同志这视频上明明有破绽 这个大妈明明被搀扶到椅子上时 还好好的 过了几分钟后才倒地不起的 这肯定和我家好大儿没关系啊 对哦对哦 这跟我没关系 我怎么可能打得过一个大人吗 我觉得这件事根本怪不到我家的孩子 你们也看到了 一开始明明是小孩子之间的小打小闹 根本就没什么事 明明是老太太多管闲事 不然这件事也根本不会发生 一听着 王大妈的女儿当场就炸了 既然你们这么不降丽 那咱也就不用夺索了 扔着被欺署吧 来到法院后 熊孩子一家依然坚持这件事和孩子没关系 王大妈的女儿则是一直强调就是熊孩子打死了自己的母亲 为了查出王大妈去世的真相 于是法院对王大妈进行了尸检 结果显示 王大妈的真实死因是血管流破裂 这个病如果好好吃药休养的话 不会致命 可如果短时间内情绪波动过大 则会导致血管流破裂 也就是说 王大妈被孩子殴打了之后 一时间怒火攻心 导致情绪波动 最终导致血管流破裂当场去世 最后熊孩子因为还是未成年 免于追究刑事责任 但熊孩子的父母要依法对王大妈进行赔偿36万